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22日 星期四 為甚麼加班呢 在香港時間現在8點52分 做多一節 原因呢 其實今天下午也想說 剛才先睡了 今天可以說是一個 股匯大跌的日子 美元又再度上升 原因是什麼 美國昨天加息 四分三利 加息之後 香港今天的主要銀行也普遍要跟隨 當然啦 美元應升急升 我們今天已經看到幾則很重要的訊號 港股今天穿過18,000 收市也要跌290多點 站穩18,000 但是其實 站不穩的 站穩18,000 收市就不代表站穩 整個政治環境其實也影響很重要 不單只是這個俄烏的戰爭 而且是中國的前景 加上 現在伊朗又說有機會爆發革命 全世界 究竟是向著 戰爭邊緣爆發 還是怎樣呢 其實也很危險 美金的急升 令到首先有幾隻貨幣 已經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 大家很關心的 先跟著英鎊 因為現在幾十萬人來了英國 英鎊就很糟糕了 跌到8.8 慘了 之前10多換的那些 現在沒有了2元 沒有了20多%的英鎊 也算是很糟糕了 英鎊沒有了2元 沒有了20多% 日圓 日圓也很糟糕了 日圓又再創新低 創了24年新低 跌穿145關口 這個是24年新低 這是2000年以後 的最低位 應該是98年低位的 98年試過147 最高 點1.147 然後日圓 那時就因為那些大鱷 孤日圓 被人夾包倉 包括索羅斯也是 147 一日之間 被人夾上111 之後日圓就開始很強很強 以往那些人就孤日圓 就做兔凳的 因為 沽日圓 就可以借出日圓 沽出 買美金 賺個息差 因為日圓是很低息很低息的 接近零 如果日圓一升 他們借貸成本就很糟糕了 你借了的錢 沽了日圓 待會被人夾上來 就會輸很多錢 而且還要槓桿 但是現在 日本又再回到1998年的水平 24年新低 南韓的汪也是 南韓的汪也是創了13年新低 然後有兩隻貨幣是創了歷史新低的 一隻叫做越南盾 一隻就是 印度奴比 這兩隻貨幣是創了歷史新低的 印尼 越南盾當然是很小的 印度奴比也是一樣的 創了歷史新低 逢是這類的 即是新興國家 因為印度也算是新興國家 不能夠叫發達國家 越南也是 也是受著這個經濟的 資金流出進出的很大影響 當所有資金都到了美國 這些國家的貨幣就會大跌 接下來 其實大家拿一下匯價來看 泰銖 這個 台幣相對強硬 泰銖 然後 馬幣 這個 全部都跌得很厲害 跟大家 回顧一下 現在看看 最新的update情況 英鎊兌8.89 日圓 對5.59 或者1000日圓 換55.9 土耳其李拉 一元港幣只有4.27 一元李拉 只有4.27港幣 泰銖 1000港幣可以換4739 泰銖也奪得很厲害 之前我對上一次泰國的時候 換40多 現在是47多 新台幣 1000港幣換4014 014元 新台幣也跌了 寧吉 1.71 一元寧吉等於1.71港幣 歐元就7.75 歐元就低於美金 波子相對沒有那麼厲害了 5.54 一元波子對5.54港幣 人仔 899.7 即是一元人民幣等於1.11港幣 加指就5.8 反而加指就相對沒有那麼多 我們當然也十分憂慮現在會不會出現一個全球式的金融海嘯 由於這場戰爭 現在 看來還有加劇的趨勢 而戰爭加劇 其實 大家不要以為跟香港無關 這次很大機會會拉到香港 因為這次這個恥作勇者 普京大家都知道這個戰爭狂人 但是他後面 可以跟全世界作對 因為他後面有一個 他認為實力雄厚的習近平 以習近平 即是中共的領袖 接下來 不知道會不會發動一場政變 繼續執政 如果 他是讓政變成功繼續執政 中國 有機會 在東線 開啟戰爭 在台灣方面動手 當然我們也會想想想 美國的拜登 不斷地出口述 說不定你不要亂來 你動手我 我就動手 但是習近平 他不是一個 計算後果 又或是懂得後果的人 大家明白嗎 他是不知道後果的人 就是說他 是可能不識任何代價 包括 中國死了很多人 他也可能會停而走險 所以接下來一個月 可以告訴大家是最危險的一個月 其實早在今年的6、7月已經警告了 今年的8、9月是最危險的 現在踏入9月 10月是傳統古災月 但是可能未到10月 已經出現一個很大的災難 現在中國的20大在下個月16日 10月16日展開 其實我覺得這些日子前後已經是 出現大動盪 股市可能出現股災 我們戶口都凍結了 上去沽其子 很慘 看到 全世界都細色不對 港股 隨時跌倒幾千點 接下來這兩個月 尤其是接下來9月10月 最大機會是跌倒下去 可能是14000也穿了 跌倒幾千點 很容易 你看一下 騰訊大股東減辭 他當時300多元的時候 他的首貨有10,000億 你覺得 他沽到200元的時候 他那些貨值多少錢呢 當然可能是 5000億 但是他之前一直沽的 他還有一萬億的貨 這些貨不斷地沽出來 就算200元 他也賺到很多錢 如果騰訊200元 大家猜一下 不知是多少 大家自己計算吧 當然不是只是騰訊跌 甚麼都會跌 是不是 加上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習近平如果真的停而走險 在台海只要發生一點衝突 其實香港 都等於參戰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香港人從來沒有想過 香港哪會參戰 你的國家參戰 你跟美國是不是敵國關係 是不是跟美國等於敵對關係 香港所有人的財產 香港人是不是有機會受到 封鎖 抵制 制裁 港元是不是會即時跟美國脫勾 你的國家參戰 難道美國還給你掛美金嗎 是不是 到時每個人要拋售 你要離開 香港危險了 你覺得走得到嗎 走不了 如果真的 當戰爭一旦爆發 香港走不了 因為 你來自香港 大陸 中港澳 來自中港澳三個地區的人 全世界 我想都不會接受 因為如果你一旦跟美國開戰 你看現在俄羅斯一樣 俄羅斯現在開戰 很多地方的國家都不讓俄羅斯人進入 還未蔓延到整個歐洲的 但是 遲早 就是不讓俄羅斯進入的 如果到時中國 真的在台灣那裏搞震 或者 真的動手 真的開啟戰端 你們覺得 你們的身份是甚麼呢 你們是參戰國的身份 你們是參戰國的人民 你覺得 你們的資產不會被人拋售嗎 外資即時拋售 想走 總之甚麼價錢都會沽 其實那個情況是不敢想像的 是真的不敢想像的 這個也是有機會引發另一場金融海嘯 這場金融海嘯就是因為政治局勢動盪以來 這些比以往的海嘯的殺傷力也更加大 除非 美國很迅速將中國和俄羅斯兩個國家剷除 將他們的武裝解除 而中國和俄羅斯宣佈戰敗 戰犯就送上軍事法庭審訊 只有這樣 才會回復正常 當然香港也身處於風眼 你回復正常 是不是要有戰爭賠償 是不是會有很多後續的事情 其實你一想起 連圈的問題 你就會打冷陣 不寒而淪 原因 是 牽涉到的責任實在太大 牽涉到的利益實在太巨大了 而且 要有很多人揹飛 很多人要濟旗 香港政府可能到時 中國開啟戰端 最終被美國打敗成為戰敗國 那麼香港需要負擔戰爭賠款呢 香港部分 金融方面會不會那麼容易恢復呢 你是不是做到某些要求 達到某些要求 例如交出香港政府的官員 我們當然會向美國提出 你一定要把官員拘捕 包括法官、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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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四一半人 我想也不會有甚麼感覺 何況你錢 錢他根本一點都不介意 大家有沒有聽習近平說錢 從來都不說數字的 除了五年計劃的五字之外 或者25周年 他是沒有數字概念 他是不懂的 因為他的小學程度 未去到那個數字 所以危險就是危險就是如此 我們 看到現在的全世界貨幣那麼跌法 其實 也會引發進一步的資金在外流 即是外逃回到美國 這樣跌回那些貨幣 還得了 所以 大家看著 接下來的風浪 風浪大到不得了 真的要小心 扣緊安全帶 扣緊車子啦 不過如果整架車 衝下去山崖的 怎麼扣都沒有用 是不是 所以我們一直都呼籲大家跳車 能夠跳的就盡量跳車 因為 我們現在看著這架車 很大機會會向山崖衝下去 香港就不是直接在車上 不過香港是被車後面吊著 那麼這架車衝下山崖 你認為香港能不能夠不跌呢 這個就是我們不斷 呼籲大家要離開 要跳車的原因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跟同一個就好 遇到一定的空間 那是